全球首辆最大型且纯依靠电力驱动的无人驾驶巴士 今年内将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进行测试 待确定能安全运作后再探讨扩大至周围地铁站载客的可能性 来看记者吴良湘的报道 南大陆路交通管理局代表以及瑞典驻新加坡大使上午 为全球首辆无人驾驶大型电动巴士主持揭幕仪式 跟着试达巴士 12米长的沃尔沃7900型的无人驾驶电动巴士 已完成在无人驾驶车测试与研究卓越中心的测试 两辆每辆巴士可容纳巴士人 行驶速度每小时达50公里 巴士通过全球定位系统和传感器 判断目前所在位置和周围的环境 也设有雷达和声纳可探测到200米以内的 其他车辆或是行人 接下来南大有可能把无人驾驶测试范围 扩大到距离无人驾驶车测试与研究卓越中心 1.5公里外的体育中心 测试时必须有安全驾驶员在场 4.2公里外的第一步